可以说眼下的亚洲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点地区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多场分论坛上 许多外籍与会嘉宾都表示 中国仍然是全球最为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 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共吸引了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参会 论坛期间多位外籍学者和企业家 纷纷表达了对投资中国的信心 制作用电脑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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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脑,这些是 很多的金融合物是重要的 在我们社会和世界上的世界 考虑到地区的信息 和数量的新增与来自中国 例如一名的世界上的领域 有参会嘉宾表示 当前全球化加快了资本流动 但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提振投资信心 改善投资生态十分重要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电源 所以您将行动达的概念 并且在这些市场上的专业市场 这是非常专业的专业的一切专业的提升 我们看到很多新的贸易资金在这些专业的资金 尤其是在大型的大型 专业的资金 专业的利润 我们已经花了6门RNB在中国的过年 我们想花了更多专业 在今年年会期间还发布了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 报告指出 在相对强劲消费的支持下 今年亚洲地区经济预计仍将维持较高增速 有望高于2023年 达到约4.5% 我们是一些外企的 在世界的第二 第三大市场 就除了它自己国家 我们基本在各个行业占外企市场的25%到20% 而且这个市场是在增加 在增量 所以我们主要靠发展来吸引它们 总的盘子保持国家发展 市场的扩大 消费的扩大 这个是最主要的